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又到李天孝快评天下事 今天跟大家聊的题目是 习打江为何令计划成了倒霉蛋 原来胡锦涛的大内总管令计划被调查后 外界比较一致的共识是 这家伙是个倒霉蛋 为什么呢 他儿子在一场原因不明的车祸中上升 儿子死了不算 令计划本来是能够在十八大上能够上升的 能够进入政治局的 但是呢偏偏被胡锦涛贬到了 一个相对不重要的职位上 也就是统战部部长 然后呢 在统战部部长这个职位上 到习近平的治政的时候 本来应该说还是比较安稳 但是呢 突然又遭到调查 因此来说呢 是被认为是比较倒霉 那为什么他这么倒霉呢 是因为贪腐吗 当然了 中共党内的官员几乎是无官不贪 是吧 当然令计划也不会例外 目前从报刊 披露的情况来看 他的兄弟 他的夫人也都卷入了 某种程度上卷入了贪腐的丑闻 这个有贪腐的因素 但是呢 他的倒霉到这种程度 是仅仅因为贪腐所造成的吗 我觉得不是 关键问题 我认为是 他最主要的原因 是在于跟江振民集团 这种错终复杂 或者说勾勾搭搭的关系 所造成的 也就是说 他跟江振民集团的这种关系呢 成为习近平 打虎打江的 路上的一个障碍 因此要清除掉 所以说造成了目前 这个仕途终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具体来看 我们有几点 第一个 实际上令计划 是在胡锦涛的时代 因为跟周远康之间 有一个政治的交易 而最终失去了胡锦涛对他的信任 实际上呢 在当时来说 令计划 是安前马后 为胡锦涛 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打博 是吧 最后粉碎这个 周远康的政变 等周有他的一份功劳 而且当时的话呢 胡锦涛的权力呢 是处于一个比较高峰的阶段 因为在长期过程中 胡锦涛一直受到江振民的排挤 到那个时候 胡锦涛基本上掌握了军权和其他的权力 而且胡锦涛在当时 是有意在十八大上 把军委主席的这个职务让给习近平 而习近平又不是一个 这个知恩不报的人 习近平对胡锦涛来说呢 也是给他比较多的这个发言权 因此胡锦涛呢 在十八大企业的人事安排上 实际上是有较大的发言权的 按照常规的中共党内的这个规则来看 令计划是可以升到政治局里边 而且步步高升的 但是呢 却被胡锦涛贬下来了 那原因就是什么地方呢 第一就是他在当时来说 跟周永康在儿子的车会后 达成了一个政治的约定 那这个政治约定呢 估计有两方面的内容 一个呢 就是说 周永康帮助他来这个掩盖真相 掩盖这个事实发生的这个情况 他呢 可能答应周永康 帮助周永康做某些事情 那么这个最后的话 当然了 还有一个就是他派了中央警卫团 来封锁现场 是吧 掩盖真相 这个事情最后传到胡锦涛的耳朵里 胡锦涛非常震怒 就是把他贬下去了 那换句话说 就是因为他跟周永康之间 有了这种勾勾搭搭的这个行为 使得胡锦涛最终把他变下去了 成了他倒霉的开始 那么当然了 到了习近平执政的时候 是吧 跟那个江派之间的这个 互相的博弈就更加激烈了 到现在为止 打下了周永康 实际上习近平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没有回旋的任何余地 双方之间你死我活的这种决斗 到了最后摊牌的阶段 因此呢 这个江派也是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反驳 那其中就有两种形式 第一个呢 是抓住了习近平这个 打虎中间的一些这个 一些做法 比如说说他是进行这个清除政治对手啊 是吧 有选择的打虎啊 等等 那这些就包括令计划 是吧 你也有很多贪腐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你不打令计划 你专门要打江派的人 那么我想习近平呢 就需要有一种更高的一种道义的这个位置上来说 就说我 谁有问题打谁 是吧 那这样的话 呃 这个令计划这个事情呢 就提到了 打虎中的障碍这个高度 这个来做了 就是要处理这个 清除这个障碍 其实呢 第二个形式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利用 令计划跟周永康之间 在达成那种政治交易 把它上升到一种政变的高度 那换句话说 如果令计划参与了这个政变的话 那么令计划背后是谁呢 不就胡锦涛吗 那么也就是说 胡锦涛也参与了这个政变吗 是吧 这实际上是一种 来挑拨胡锦涛 跟习近平之间 制造分裂的 一种混淆式听的说法 当然了 很多民众不了解真相 他们以为 是吧 这个可能这是真的 这样的话 就使得这个影响就非常坏 是吧 这个习近平就必须要清除 这种 由于令计划这个事情 所造成的一种打僵的障碍 那么这也就是令计划 倒霉就倒霉 在搭上了这个江派的这个贼船 是吧 所受到这个清理的一个 一个根本的原因 最后我觉得习近平 实际上还是有一种 更方便 更有效力 也就是能够站在更高的道义角度 来清理江派的这种做法 也就是说 以反人类罪 来立即逮捕 郑庆红和江泽民 这是比单纯的调查 令计划 或者用其他小来小去的方法 是吧 更有效的 是吧 也就是站在更高的道义角度 来做 实际上也就 能够真正的保障平安 能够得民心 能够顺天意 其实我觉得实际上习近平在打虎中遇到了一些麻烦 这些麻烦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 还不单单是来自于江泽民他们的捣乱 而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内在的这种保党情节 我想习近平最终会发现保党就是保江 因为什么呢 江派正是利用共产党这个保护伞来做垂死的挣扎和节外生智 不断的制造这种混乱或者捣乱这种事情 令计划这个事情给人的教训是什么呢 就是谁沾上江派谁倒霉 谁跟中共 谁就会随着中共而陪障 这就是天意 好 谢谢大家 这次节目就到这 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